刚刚的部分一个是公式 这应该没问题啦 关键就是这个锁定的 我帮你们等一下 这个观念要清楚 后面的话就有一个在 我们的后面的练习题里面 有一题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可以先把它打开 在练习题里面的那个 大型四串表这边 里面也有啦 这个其实里面题目蛮多 都跟前面都有相关联的 比如说 纠着撑发表 请你帮我呢 做出一个纠约表 上面乘 这个乘这个等于多少 这个乘这个等于多少 那乘的话用X来代替 有时候做出来的话 这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这个 乘的话就是串接一个end 串接一个X 然后end 这个 然后再等于嘛 等于就串接 串接一个等于 等于这个 有没有串接 end 然后两个相乘的结果 这个 乘 这个 打勾 把它制中一下 这个做一个出来的时候 我的唏嘘就这样 向下 向右 只要做一次哦 你不是说 每一个每一个个别做 不是哦 我希望能够向下 向右 做一次 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这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 可以试试看嘛 应该看得懂这个公式吧 这里面的话 你如果要一次就做完 关键就是在 蓝列的锁定上面 什么时候 锁蓝 什么时候锁裂 所以哦 变成说 有些东西只能够锁个裂 有些东西呢 要锁蓝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什么地方锁蓝 什么地方锁裂 如果你做完之后 一次就可以 向下 向右 全部都做完了 如果你现在向下向右 可不可以 应该是不行 连向下就错了 为什么 这个地方 它会帮你增加什么 裂号 不该加的也帮你加了 上面这个应该固定下来 可是你会发现它变逼二了 所以要把它锁起来 向右 怎么做 所以这个地方 后面还会再提到 还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把什么 这一题 99城法表 就是大型四算表这一题 先打开练习看看 那接下来我们回来再看 VBA部分 刚刚是公式 再来就三坡的 再来就要简化 那VBA里面有两种 一个是一键完成 一个是简化工作流程 有制定函数最好 最简单就是直接就选成绩就好了 后面都不用管 那怎么做 这里的话当然 第一个开发人员 里面的话 Visual Basic 点开来嘛 你先确定一件事情 怎么样 就是说你的那个 底下可以把它拉下一点点 你这边呢 专案一定只有一个 如果你开太多档 我建议你就是把其他档 注意一下到底哪一个 我们是数据函数 这个 里面有没有模组 没有的话请你插入一个模组 这最基本的 打开VBA的基本流程 一插入一个模组 才能写VBA 第二个的话呢 有个模组就好了 第二个插入一个什么 程序 那程序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今天 就是要算成绩 所以 程序名称也许叫成绩好了 那这个成绩的话呢 里面要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做 确定 然后字放大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12号字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字放大一点 不然看 比较不会有那个 那个那个 一些眼睛的疾病 现在眼睛疾病还蛮多的 什么感眼症 非闻症 有的没的 OK 好 再来的话 所以偶尔啦 眼睛不要一直注视 荧幕 而且亮度不要调太高 偶尔眼睛乱动一下 或是